大家好,又是我們 GameplayHK 的模型頻道 之前開了雙的 RG 置物號,連最終射擊套裝 今集這隻戰神渣鼓就完成了80% 上頭的人根本都不明白,腳只是裝飾品 一套這麼精美的 RG 模型 裝外甲之前當然要欣賞一下骨架 接著再和大家一起玩最終射擊的名場面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說真的,如果大家買了 很值得首先組裝骨架,欣賞一下 因為你弄完外甲就會懶得拆 裙甲的骨架給我感覺好像組裝MG的鐵球 麥克樹護士後,好像在相近的貨幻冒險 所以摸了上面的組件 眼睛就可以向上看 頸的關節其實都蠻豐富 有多段式的活動設計 腰出來就可以清楚看到它的可動性 這個關節可以令腰部再伸長一點 而上面胸口的位置亦可以活動 所以腰部的可動性是非常高 裙甲亦都設計到可以活動 前面那兩塊可以掀起 接著旁邊也可以 下面那塊 甲反起來之後噴射器也可以活動出來 漏了這塊都可以掀起 又是扣緊的 反起來之後就可以在旁邊很清楚看到噴射器 雖然它沒有腳,但是這個大型噴射器的可動性 其實都有點像腳 另外這麼多細節位 喜歡上色的朋友,有時間玩 看一隻手,手指就每一個關節都可以活動 放回老套姿勢拍照 肩膀當然會有一個可以活動的膠 肩膀的甲可以這樣掀起 前面那一節都可以扣起 接護號加了幾隻腳 其實就高過高達一點 沒有了幾隻腳就平起平坐 腹骨架就暫時玩到這裡 可動性讓我們安裝所有甲再測試 現在我們就組裝最終射擊的場面特效 首先我們就砌起了頭 砌上去之後很明顯看到兩種灰灰的淺紫色 角的外形是很漂亮 比起MG版本那對角是漂亮很多 新類型人就可以坐在這個駕駛艙裡面 我不知道上校對他的反應是怎樣 他的頭其實可以塗身用,這裡就是噴射器 還可以活動 加上特效件感覺就更加像在飛 不過你以為可以塗出阿寶的手指纏嗎 大效件有兩支光束 都是給他的嘴巴用 平時就可以用一支小支的光束 就是這樣發炮 不過就拆不緊在口中 需要用到支架去固定光束 如果提供透明支架就會更好 現在有點大煞風景的感覺 接著就可以玩到高達,首先他沒有了頭 然後露出了圓球的位置 頸部的部分都要拆出來 之後就可以換一條爛頸上去 就可以遮蓋剛才的圓球位 另外就要拆一隻左手出來 又要另外一個爛肩膀可以換上去 我覺得其實這兩件件真的做得不錯 亦都可以花點心思上一上色 再加上提供了一隻握槍的造型手 本來RG的手是活動手 可能就覺得怕你擺姿勢容易掉槍出來 所以做一隻固定手給你 高達的部分完成 組裝RG不是經常會有時不小心會斷角 這隻就沒有問題 或者反過來說 真的不幸運 之前高達斷了角 可以考慮用這個方法活化它 這個場景是由四大塊板而組成 再加上一個六角形的底座 其實現在就這樣看下去 我覺得可以當像神主牌 高達之槍的橫形特效件 再配上光束 它有兩種頭 這個尖頭就可以被平時射擊用 另外一個就有一個爆炸特效 替換了之後就可以用來打爆自護號的頭 首先自護號要先剝一邊的耳朵 爆炸件就可以安在這裡 接著要拆一隻角進去 搞定 自護號就可以換上一個比較長的炮彈光束 有一個分叉的支架 可以同時組裝自護號頭 注意,擺姿勢的時候 高達右手的肩膀 如果這樣擺就錯,沒那麼漂亮 今集最終射擊特效套裝就組裝完了 我滿意這次的特效件 ,你們對這個模型有什麼意見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那頭繼續放在這裡 順便放一放毒 之後我就努力貼貼紙 組裝身體 很快會有一個完成品給大家看 記得留意我們頻道 下次見 拜拜 太好了 elas宵不應該沒記住 都已經吃到 但怎麼組裝 今天呢 問題是很大